广州海关24日宣布正式启用全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直购模式 这一模式有望帮助大陆消费者以更加阳光透明的方式完成跨国网上购物流程 24日,一批由跨境购物站点唯品会申报的时尚手表在广州白云机场顺利通关后 直接由物流企业递送给了大陆各地的消费者 据海关介绍,直购进口模式是指符合条件的电子商务平台与海关联网 境内消费者跨境网购后形成的电子订单、支付凭证、电子运单等 由企业实时传输给海关 商品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专门监管场所入境后 按照个人邮递物品征税,再由企业发送至消费者手中 维品会海外事业部总监罗爽说 传统跨境网购往往给消费者带来反复跟担、自行缴税等额外困扰 但新模式下,企业的采购和物流将在海关的监管下进行 不仅商品来源更加可靠,服务更有保障 物流成本也随之大幅降低 在海关总署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 广州海关已经陆续开展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 网购保税进口以及直购进口等试点业务 截至9月21日,参加试点的电商、物流、支付企业 近40家 进出口货物值超过4.4亿元人民币 电子订单超过730票 涉及美国、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和地区 商品覆盖了母婴用品、保健品、小家电等 多个生活消费品领域 谢谢大家 这样吗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